8月17号大陆控诉说 台湾有一些的贸易政策 违反了WTO 紧接着8月21号 中国的海关总署说 台湾的芒果禁止外销到中国大陆去 最近中国对于台湾 很多的一些禁令似乎越来越积极 因为选举到了吗 陈老师说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最近这一阵子一直到选举 不管是文攻武嚇 不管是经济胁迫 可能会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担心的是 会真的影响到我们的民生 影响到我们的股市吗 陈老师说 因为大陆自古不暇 陈老师请您上台来 两个礼拜没有看到您了 怎么能够让大家比较安心说 在现在中国自己都管不了自己了 一个就是说 第一个他是很显然的 就是说自己家后院子失火 经济基本上可能是在一种 系统性危机的边缘 那另外天灾跟人祸不断 那这个是他国内的事务 他可能最近军方有大幅度的调动 包括一些那个金头被测换掉 那看起来也是不太稳定 然后这个是属于他内部的部分 对外的部分来讲的话 日本跟美国他们在G7里面主导 联合来抵制中国的这种经济威胁 像我们之前有个例子 立陶宛在台湾设办公室 然后中共就制裁他 美国说没关系 那个部分我接下来 所以很没有 那现在就是说工业国家 他们联合起来 如果哪一个国家受到胁迫的话 我们就要联合起来 帮助那个国家 所以这个他也觉得很无助 第二个 第三点就是说 本来他是认为是说 这个副总统到美国访问 如何如何 就跟当年佩洛西来的时候是一样 他也会做出强烈的怀疑 结果这一次呢 美国第一个也很克制 然后副总统也很克制 所以克制到说 你根本没什么好理由 可以进去让你发挥的 所以我觉得他这次应该是 可能会有相当强烈的一个无力感 那在经济胁迫会更积极吗 我想是这样子 因为他本来对台 就是说文攻武嚇里面 那一个当然军事的部分 那军事的部分 我们可以理解一下 他一定是在加强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趋势图 也就是说他整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说他的飞机 进入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那这个是从那个 培洛西开始之后更为加强 有的时候会偶尔 几乎要穿越中线 那其实这个是很危险 不过我们大概整体来讲的话 从军事的角度来说 台湾的这种防空识别区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是 因为他谁不是要来就可以来 但是要不要进入到一定的 这个比如说我们到领空里面来 产生其他的冲突呢 那个就是他必须要去衡量 是说那个下来就是热战 他要不要热战 那因为他目前的情况是说 他估计他没有能力打热战 内部的 因为你要打一个热战 你必须要 后勤要很强 你经济不好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打了很久 那你要速战速决 你要有把握 因为刚好他又有一个例子在 就是说这个普丁去 这个我们讲侵略乌克兰的时候 本来说三天要打下来 后来说一个礼拜 后来说怎么样 结果发现说 俄罗斯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很乱了 而且还有兵变 那这个其实也是习近平 必须要顾虑的一点 他会不会有国内的兵变 因为显然国内有很多的 不同的反对势力 所以这一次他去开金专会议的时候 开完了他没有直接回北京 而且莫名其妙的跑到新疆去 因为你去新疆一定有什么理由 就看不到什么理由 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故事 你必须要去猜测 所以现在没有打中国大陆 没有打热战这个本钱 他现在没有这个本钱 从哪些迹象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实没有打算这么做 因为美国连续四个高级官员去中国大陆访问 那么最近这一次就是上礼拜这个商务部长 对 这个Ramundo我们在看的时候很清楚就是说 你为什么需要跟他谈 老实讲中共一直的姿态都很高 突然之间他愿意接受这四个部长级的人访问 就表示说他希望跟美国的关系能够得到缓和 而且他有要求是说 美国你要放宽哪些出口管制 哪些情况 最后他们是同意说成立一个工作小组 我们来检讨 其实没有内容 就跟前面三个一样 每个人都讲说 我们已经有接触了 有进展了 威士比 肉的豆一样 看了哪半天 好像真的有 可是也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老师您是说 这一次连续四个高官去拜访中国 中国看起来姿态跟身段有放比较软吗 我觉得我们应该看这一次北京商务部长 跟对方王文涛部长 他那个对话 你会看到是说 中共这个整个团队 每一个都是苦瓜脸 然后美国的团队 每一个都嘻嘻哈哈 轻松自如 这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双方在经济战略的作战里面 胜负基本上一定的 美国CIA的情报是非常强的 他已经认定是说 中国是在经济危机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总统拜登是说 中共目前有可能是个定时炸弹 然后还说 这因为是个坏小孩 有可能会做坏事 所以他们就要反而说 如果你经济不好的时候 你要不要打台湾来转移国内的注意 这也就说明的是说 接下来那个印度的 我们讲Indo Pacific Command 他才讲是说 我们准备好如何如何 换句话说 美国的掌握度是很高 所以美国去谈判的时候 其实是站在很自信自在的一个立场 而中共你看出来 就是说他希望你能够放 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 出口也出口不好 消费消费不行 然后国内的房地产危机 越来越严重 已经导致到说影子银行 或者是说 整个这些金融体系都快出事 所以对中共来讲压力太大 我估计是说 习近平一个头两个大 也许三个大 所以目前你说说 他要多关注台湾很难 所以他目前做的 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你看看 我们过去就进了这些 一直进 一路一直进 但是这个就是一件事情 我跟大家讲 中共的对外经济胁迫是一致性的 他全世界都这样做 那我们过去是以某个程度来讲 他所谓的让利 那我们那时候 因为两岸关系好 然后有人说 人家送你 你不要 我们当然要拿 可是就是中共的一项的策略 就让你过度依赖他 那你依赖他之后 他今天要把你拿掉的时候 对你当然会有影响 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 两岸的关系 其实就现阶段来讲的话 不可能回复到 我们有这种和平红利的时代 那这些当然大家可以讲 是说政府要努力 帮我们出口 讲可以讲 可是中共自己目前 也没有经济实力可以做 因为他目前可能 他对一些国际的承诺 开始在削减 所以一个是这一点 那当然他另外一个 觉得说对台湾比较杀手剑 大概可能就是说 ECFA的部分 那这个因为事实上检讨 我们本来就认为是说 ECFA是可能中共会实力的地方 那他的检讨事实上 是要到我们选举前一天完成 在明年一月十二号 针对性这么高 对对对 那这个是很有可能会有的 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讲 是说这个中共的一个决策 你不能够完全用常理去推断 ECFA当然里面有一些的特殊因素在 但是是不是有同样的效果 我们不知道 更何况 我们必须还是产业界 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 在目前这个中美脱钩的情况之下 很多产业 他不管是自厌的或非自厌的 他就必须要转移了 所以我们目前对中国的 这个我们讲经贸的依赖度 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才讲是说 这个是这么久以来 中共想要影响台湾 不管是用军事的 或者经济的胁迫 这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 立有未来 就是觉得感觉没有办法实上力 大概就在这个目的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解释一下 是说所谓的经济胁迫 实际上就是威胁或实际上 那中共不只是推立桃 以前对澳洲对谁 反正他谁都干 这个例子太多了 那么这个奇功法 其实是说 他要求你要配合他的政策或活动 甚至我们台湾 有些这个小姐们喜欢用的名牌包包 里面如果弄个台湾 他也不行 某个国际的旅馆里面 说台湾是什么 所以他完全就是这样做 这个就是为什么工业国家 集体起来结合这个力量 G7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对抗 中共这种经济胁迫 那么这个其实看得出来 而且美国国务卿 有一个负责亚洲业务 他就说 他其实就是要控制全球的供应链 那我们的供应链也因为这样 所以现实的来讲 我们不管说是说 你是哪一个供应链 比如Nike 或者是说我们Apple的供应链 你现在移转到东南亚 或到印度契 其实都是上游的要求 那你在这种被迫要求 去配合其转移的情况之下 你当然对中国的依赖度就变低 而同样的道理 中国那时候在谈判的时候 我们跟他去见到一些高官 像王岐生 他们是非常非常霸气的 就是说我有市场 你不来我市场 你怎么办 然后我有工厂 我不帮你生产 你怎么办 现在发现说 大家怎么都跑光了 这下子造成严重的失业 然后整个的出口 我工厂不在你那里我怎么会下单呢 所以就变成他整个进出口 就大幅度的下滑 所以对他来讲很严重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说较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下 如果你今天越是依赖他 那你就毛病就越多 但是呢 我们这样讲 我们目前已经减少对他依赖 我们还是必须要考虑一下 原来的那种三角关系 三角恋爱 就是我跟美国夜谈恋爱 跟大伙谈恋爱 我还说那时代已经过了 你现在必须要考虑很清楚 因为就是脱钩了嘛 你不得不选边站 而且你要知道说 中国的经济可能不是失落了一两年 这失落 照他目前这种情况 可能是失落十年 或不止二十年也有可能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 为什么他的经济胁迫能力下滑 因为他每一次的政策都是失败 我们讲动态清零失败 然后之间做什么 什么内部里面有个双形怀也失败 基本上 中共在这个二十大之后 走得很明显的一种独裁 所有的人都不敢跟习近平讲真话 那换句话说 习近平一个人说算 问题是这个人的程度 就是这样子而已 他是停留在一九六零年代的 那种马克思主义 所以他做的决策里面就很奇怪 比如说现在中国大量经济不好 我们刚刚讲到是说 像他的目前的破财 老师银行 这两天数财数字很差 那很多人就建议是说 那你为什么不写其他国家 或写台湾 你搞个消费界嘛 让老板姓花钱 那就会带动GDP 他完全不能接受 为什么他是这种心态呢 他是认为是说 国家的生产要素 就是要帮助我工业化 帮助我建立工业大国 什么可以给你老百姓去消费去享受呢 他觉得老百姓这样子偷懒的 他是骨子里面这样认为 所以他根本不主张去帮助他的消费 那也就是解释说 为什么他们整个议算里面 他对消费所需要的 比如说社会安全网 退休金 他占他整个GDP的比重是非常低 全世界是最低的啦 大概不到三十八 其他国家可能是六十七十的消费 他完全没有 而他呢在这个军事支出 跟硬件的基建的支出 就是非常的高 这个人就是说 他一心想就是我要成为世界的霸主 是 所以呢他必须要拿资源起来用 但是老百姓对他来讲 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我们看起来 他现在情况面临的是什么 他以前是很认为他一直花钞票 他就是泡沫嘛 现在是发现说 我开始违约了 因为经济不行的就违约 然后呢 原来放给一带一路说 来来来 你们跟着我走 我都让你好康 现在好康就没有 而且违约 而且在收 那这种情况之下 还有一件事情 美国很厉害 美国知道 你就是拿我的科技 你拿我的钱 美国就要求中概股 就是说你在美国上市 因为你面业的报表 真的有问题 审计有问题 我让你说 在哪一个年限之前 不符合了全部下市 所以你在我的资本市场 也收不到钱了 不止这样子 现在还限制 美国的退休基金 去投资中国市场 所以我们看 从去年开始 美国的大型的基金 开始在撤退 那今年是欧洲基金在撤退 所以整个欧美的大型的基金 都从中国市场撤退 这个就是那个时间点 当我们企业 开始转移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 中共那边的文章是说 没关系 你们不来直接投资 我直接去吸引他们 来我这边投资 我股市 我的这个债市 那他还不动采 结果呢 要想清楚 这个股市跟债市 是短期的投资 这些人最坦白讲 最现实的 你今天叫我来 有钱赚 我当然来 不能有钱赚 我没来酸 我怎么会对你还有留恋呢 所以就变成是说 跑得更快 这问题很大 如果先总结一下 陈老师觉得说 接下来选举之前 文工武贺也好 经济胁迫也好 对于整体 大概不用怕 所谓的热战 因为中国 没有本钱打热战 但这个问题 可能也很严重 如果他的政策 持续的失败 最近听说 明天开始 很多的中小信 或国有银行 他们要形同 降准降息了 那如果政策 一连串的失败 这资本市场 会不会拖累我们 外资如果陆续的 从中国市场撤出来 我们会不会受到影响 中国一次又一次的政策 难道最近股市 开始有一点点止跌反弹 只是回光反 知道吗 很多人等着要抄底 抄得沉吗 休息一下 郑老师继续上课